前几天吃了一心摘的牛肉煎包 刚好今天又想这口了 随手一收 上海最好吃的牛肉煎包 没想到还真有 仔细一看 广东路 这么说这一家我应该来过呀 四五年前 就是因为他排在第一 我才过来的 难道四五年了 他一直都在绑手 那是有点厉害了 到这一看 嘿 毋庸置疑 同一家 就看这门头 是不是用这种简易红色门头的 都有两把刷子呀 你们商量好的吧 整个一楼就是厨房 二楼就这么大 几年前过来 因为下雨地滑 满地扔着破纸盒 今天的环境 要比当时还要好那么一点 牛肉汤 牛杂汤 牛肉煎包 一招鲜 吃变天 说是开了二十几点 如果还要多一点 旁边还有集中饮料 就这又窄又抖的楼梯 还是稍微小心点的好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牛肉煎包 真的是香酥啊 对着写它的名 也难怪人家味好 这是清真一条街啊 就正对面 内蒙的牛肉 宁夏的牛肉 新疆的牛肉 小碗的牛肉汤 没有粉丝 没有香菜 干涩的量还是挺多的 这牛肉 我只能说希望 它是在附近买的 应该会好一些吧 这牛肉汤还行啊 看到有人评论说 牛肉煎包好 牛肉汤不行 我感觉还不错啊 自带味辣口的 挺够味的 要实在觉得蛋 这不有辣椒油吗 别的不说 这么破这么老的店 边缘能擦得这么干净 老板用心了 牛肉看着不错 还挺有嚼劲的 有牛肉味 干湿还行 没什么可多说的 刚送来的牛肉煎包 还烫手呢 明明都是糖食 为什么要用牛皮纸状呢 难道是为了 尽快吸取表面的油 从而减轻油腻感 说真的这样不算方便 烫手还容易整一手油 皮子挺厚的 而且整体都厚 厚得均匀 不过挺香的 多嚼一嚼 那种面香味 里面的汤汁跟油汁 立马就流出来了 对了表皮 尤其是出锅时冲上的那部分 真的是香酥的 会掉渣的 牛肉馅也挺香的 但没吃出牛肉 掺杂着洋葱的香味 洋葱放的比较少 取而代之的是 是绿色的葱吧 一口煎包一口汤 吃了两个 差不多就有点饱了 滴不滴的不敢说 但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下回来吃额外 多跟老板要个盘 不然手拿着吃烫 用筷子夹又累 整不好还得掉碗里 又是吃饱喝酒的一天 那让我们明天见 天天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